《東方傳統》的派對,就是自然它是很敬為的, 就是對於山也好、水也好, 它都不會輕易地去散開。 它就是一個,我覺得,就是像我們的柱仔那樣的一個象徵吧。 不是,它有一個劇情連結, 它就有這個… 它就有這個,可能跟想很緊張,它就是時間, 但是它這個時間,你能看到那麼多的東西。 但是我鼻子… 我和摄影去拍的北极光的这个区别是什么 可能用东西去表现北极光的气候是什么 有道理有道理的一些特点 比如说色彩或者说是层次 或者说是用的笔触它更能直接的 或者是很主观的表现一些情绪上的变化 就是所有这些东西组合起来 这些东西组合起来 就是我自己的比较有特色的展触 这个感受的东西 马丘莎用视频装置展示北极光给它带来的感受 作品正在北京展出 参与用油画调达北极给它带来的思考 作品正在视博会挪威馆中展出 邱万雄是图为雕塑去展示人与自然的关系 作品还在创作中 一千五百年前的一天 一个少林子僧人来到离寺庙不远的山洞中 随着看的到来 一本武功密集将攻击于世 这是一本十分奇特的书 传说是传宗出祖达姆所作 这到底是一门什么武功 难道真的是传说中的武林绝水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亚洲节目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9号在塔什干 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举行会谈 我们来看报道 双方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 广泛深入交还意见 达成许多新的重要共识 胡锦涛指出 自2004年两国元首共同宣布 建立中屋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以来 两国关系进入快速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两国高层交往密切 务实合作成果显著 相互支持力度不断加强 胡锦涛强调 中方一贯高度重视发展对务关系 一直将长期友好相互尊重 彼此互信平等互利 作为发展中屋关系的指导原则 不管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 中方这一立场都不会改变 胡锦涛就提升中屋友好合作伙伴关系 提出六点建议 第一 保持高层交往 提升互信水平 继续在彼此关切的重大问题上 相互坚定支持 第二 发挥互补优势 推进能源合作 实施好中屋天然气管道项目 积极推动油气勘探开发合作 加快矿产领域合作进程 第三 开展非资源领域和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 建立长期贸易伙伴关系 积极改善双边贸易结构 保持双边贸易额持续快速增长 积极探讨 加强两国金融投资领域交流合作 第四 深化安全合作 严打三股势力 切实维护两国及本地区和平稳定安全 第五 加强人文交流 继续加强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 第六 加强多边协调 继续深化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框架内的沟通和合作 维护两国共同利益 胡锦涛高度评价乌方担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居主席国以来 为深化成员国务实合作加强组织内部建设 提高组织国际地位所做的大量工作 卡里莫夫表示 胡锦涛主席应邀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是两国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里程碑 他完全赞同胡锦涛对于乌中关系的评价 以及关于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要意见 认为这指明了两国双边和多边合作的方向 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 坚定支持中方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的立场 坚定支持打击三股势力 卡里莫夫说 两国经贸合作还有很大发展潜力 希望两国优化双边贸易结构 扩大高新技术等领域合作 乌中两国都是文明古国 希望双方拓展人文领域交流合作 加深两国人民友谊 乌方愿同中方一道进一步拓展两国关系 造福两国人民促进中亚地区和平与发展 会谈后 两国元首出席两国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并签署了中乌关于全面深化和发展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乌锦涛主席和卡里莫夫总统还共同会见了记者 命计划、王沪宁、戴炳伯等参加上述活动 当地时间10号上午 胡锦涛主席在卡里莫夫总统和米尔基约耶夫总理陪同下 会见了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参议院主席萨比罗夫 胡锦涛强调 自六年前两国元首决定建立中乌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以来 中乌关系全面健康稳定发展 中乌议会交往是两国友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高兴地看到 近年来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两国立法机构交流合作日益扩大 取得显著进展 相信随着双方达成的各项协议和共识的实施 中乌关系会越来越好 胡锦涛希望两国立法机构继续为中乌友好关系深入发展 做出应有贡献 萨比罗夫强调乌方高度重视乌中关系 乌兹别克斯坦议会认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 为乌中关系发展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最健康 胡锦涛 胡锦涛强调 今年上半年中俄关系全面向前推进 今年下半年中俄关系中大税很多 建议双方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安排好梅德维杰夫总统访华和两国总理第15次定期会晤等高层交往 保持中俄关系强劲发展势头 二是推动经贸能源地方等重点领域合作多出成果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整体水平 三是推进人文合作确保汉语年活动顺利完成夯实两国关系的社会基础 四是在国际体系变革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加强战略沟通有效维护两国安全和发展利益 关于上海合作组织胡锦涛提出应该重点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是要不断深化团结互信为上海合作组织平稳健康发展提升区域合作水平奠定加实政治基础 二是要牢牢把握安全和务实合作两个重点力争多出实际成果造福成员国人民 三是要在提高自身实力的基础上稳妥开展对外交往和合作 不断提高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胡锦涛表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中俄战略杰作伙伴关系一定能够实现新发展达到新水平 梅德韦杰夫表示非常高兴在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塔什三峰会之际 同胡锦涛主席见面 感谢胡锦涛主席应邀出席俄罗斯纪念魏国战争胜利65周年庆典 当前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很好 俄方愿意同中方一道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两国关系 扩大两国贸易合作推进人们领域交流合作 办好俄罗斯汉语年就地区和国际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 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保持配合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他表示期待着今年秋天访华取得成功 当今下午胡锦涛主席还会见了塔吉克斯坦总统拉克蒙 胡锦涛指出近年来中塔关系健康顺利发展 两国高层相往密切政治互信日益加深 各领域务实合作进一步扩大 双方在彼此关切的重大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 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框架内密切协调和配合 有效维护了两国切身利益 胡锦涛强调中方院重塔方一道努力 推动中塔木林友好合作关系深入发展 下一阶段建议双方建立中塔口岸合作机制 创造良好通关环境服务于双边经贸合作 充分发挥两国地理相邻经济互补的优势 扩大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矿产等领域合作 提升两国经贸合作水平 加强在双边和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 执法安全领域合作 共同维护本地区和平安宁 加强沟通和配合 将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推向亲的高度 拉荷蒙表示 去年两国元首就发展双边关系达成重要共识 一年来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加深 友好合作取得新进展 塔方对两国关系发展现状表示十分满意 真诚感谢中方对塔方经济社会发展给予的大力支持 高度赞赏中方支持塔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郑重重申 坚定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塔方愿意从中方一道 拓展两国基础设施建设合作 利用好中方提供的优惠买方信贷 压强地方经贸合作 提升双方经贸关系水平 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 迈上新的台阶 另计划 王沪宁 戴炳国等 参加上述会见 好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10号说 搭载有一颗科学卫星的罗老号运带火箭 当天发射升空不久之后 与地面失去了联系 据分析有可能是在飞行的途中发生了爆炸 韩国媒体分析问题或许是出在由俄罗斯制造的一级火箭部分 我们来看KBS报道 据KBS报道 罗老号在升空后逐渐显现出异常迹象 北英橙黄色且因较细的火焰逐渐变红变粗 接着突然发生爆炸并坠落 因为是在发射后不到137秒时爆炸 爆炸时一级火箭仍在燃烧 所以事故原因为一级火箭推进发动机缺陷的可能性较高 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官员安炳万在韩国南部 宇航中心举行的介绍会上说 罗老号在升空137秒距离地面高度70公里 距发射中心87公里时 与地面控制中心持续充信粮系 他说罗老号上端摄像机拍摄的画面曾出现闪亮 由此判断是一级火箭发生了爆炸 韩炳万说韩方与俄罗斯专家正在讨论罗老号第三次发射事宜 韩国的太空梦不会停止 根据韩俄火箭建造协议 如果前两枚罗老号未能把一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应准备第三次火箭发射 韩国建国大学学者李在宇的美 韩国方面在此前出现故障的情况下匆忙发射 十分让人不解 罗老号发射再度折挤 让韩国民众被感受了 路透社评论韩国致力于在商业卫星发射领域挑战日本印度等地区竞争对手 这次发射失败重创了韩国空间发展计划 联合国阿里会9号通过的1929号决议决定对伊朗实行自2006年以来的第四轮制裁 本轮制裁虽然被称为是近年来阿里会对于伊朗制裁当中最为严厉的一次 但是制裁与谈判并重的双轨战略依然得到了体现 阿里会15个理事国9号表决 12国赞成巴西和土耳其反对 黎巴嫩弃权 新制裁方案扩大对伊朗的武器禁运 同时对涉嫌支持核武和导弹发射计划的海外伊朗银行实施制裁 制裁范围也是历次制裁中最大的 包括40个机构和个人 伊朗原子能组织伊斯法罕和技术中心负责人贾瓦德拉西奇也在其中 决议还要求各国把对违禁物品检查的地点范围 从本国港口和空港扩大到公海 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说 这是针对伊朗最严厉的一份制裁决议 美国将确保这些制裁措施得到有力实施 同时改进并实施美国自己的制裁措施 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 决议通过之后 伊朗总统内贾德称第1929号决议对伊朗没有任何意义 伊朗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苏丹尼耶说 伊朗将继续开展油浓缩活动 不会有任何暂停 各国代表在投票后纷纷强调制裁决议针对的是伊朗的核计划 不是为了惩罚伊朗人民 不会对伊朗人民的生活产生影响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宝东9号在安理会发言时说 安理会通过伊朗核问题新决议 并不等于关闭外交努力的大门 新决议的目的是敦促伊朗重返谈判 激活新一轮的外交努力 我们认为制裁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伊朗核问题 伊朗核问题的全面最终妥善解决 必须回到对话和谈判的轨道上来 英法等国呼吁伊朗抓住机会 对于有关六国恢复谈判 做出基敌和现实的回应 另外9号正在爱尔兰访问的伊朗外长穆塔基 在发表演讲的时候接连遭到了示威 穆塔基会后对联合国的决议表示不理解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外长穆塔基在国际和欧洲事务学院都柏林中心发表讲话的时候 遭到轻重的接连抗议 保安学后将这名抗议者赶出会场 然而演讲并没有因此而顺利进行 很快又有一名示威者起身抗议 这名示威者也被保安赶出了会场 就了解 这两名示威者都是生活在爱尔兰的伊朗移民后代 演讲结束之后 数十名抗议者在穆塔基离开时 向习坐下投掷鸡蛋 并高呼谴责伊朗政策的口号 穆塔基并没有对自己的演讲被打断表示气愤 但他对安理会通过决议制裁伊朗表示不理解 因为防案日本补经活动被起诉的 新西兰反补经人士皮特贝修恩 10日在东京地方法院第四次出庭受审 检方要求对他处以两年的徒刑 而在法庭之外 贝修恩的支持者与反对者打成了一片 10日上午 多名支持普京的日本人聚集在东京地方法院门外 举着重砸贝修恩等标语 并高喊抗议口号 随即他们与贝修恩的支持者发生了混战 来自新西兰的家里托马森是被修恩的支持者 在混战中他被警察拉抬 对我一直被扣移 我一直被扣移 我买了职遇到鸵医检 我再次被扣移到鸵医检 我再次被扣移到鸵医检 我现在又被扣移到鸵医检 我只能说 我一直被扣移到鸵医检 我一直被扣移到鸵医检 贝修恩面临五项指控 包括非法侵入 非法持有武器 破坏财产 干扰商业活动和故意伤人 不过他只承认前四项指控 而否认自己非法伤人 贝修恩近年二月 在南极海域强行登上一艘日本捕金船 遭船员扣押 后移交日本海上保安厅处置 日本海上保安厅三月正式逮捕贝修恩 东京地方法院则在四月初 以五项罪名起诉贝修恩 针对检方要求处一两年徒刑 裴森律师要求急于缓期执行 称他已承认伤人外的四项罪名 并进行了充分反省 法院将于七月七号就此案作出判决 北约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9号说 一架北约直升机在阿富汗南部被击落 造成四名美军士兵死亡 目前塔利班发言人 卡里埃哈迈迪已经通过电话宣称 对这起时间负责 我们来看半岛电视台的报道 北约发表一份前短声明说 这架直升机在南部的赫尔曼德省 遭遇敌方火力攻击后追毁 声明没有给出直升机属于哪个国家 死亡士兵国籍等细节 半岛电视台报道 机上四名美军士兵上升 塔利班发言人卡里埃哈迈迪 在接受法新社电话采访时说 我们用火箭弹击落了这架直升机 对此美国国防部发言人 布莱安·惠特曼9号表示 驻阿富汗外国部队 本周遭遇重大伤亡 三天内死亡人数达到23人 原因是美国及其盟友 曾经阿富汗与塔利班的武装冲突增多 一方面由于在战争中 伤亡的士兵数量不断增加 西方民众要求撤军的呼声正在升高 另一方面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 参战国家也承受着越来越重的军费压力 美国国防部长罗布特盖茨表示 如果北约联军在阿富汗战场 未能取得重大进展 那么在阿富汗进行的战争 将在今年年底前彻底丧失公众支持 我们再来关注日本的口蹄疫疫情 日本宫崎县都城市政府10号宣布 该市农场三头出现一次口蹄疫症状的牛被确诊了 该农场约200头牛全部被宰杀 都城市是日本最大的畜牧业基地之一 共同社评论说 这意味着日本政府和宫崎县全力实施的疫情封堵行动 宣告失败 10号上午 日本政府召开口蹄疫对策总部会议 首相兼职人称 口蹄疫已经进入到高危阶段 要求相关部门尽全力阻止疫情蔓延 自上个月的31号 以军武力拦截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船队以来 国际社会一直强烈要求对以色列拦截行动展开调查 并不断地向以色列政府施加压力 10号 以色列方面表示 将通过适度放松对加沙地带的封锁 以换取国际社会默许以色列对此事进行自行调查 在国际舆论的动压之下 以色列进入同意 适度放松对加沙地带的封锁 以换取国际社会默许以色列自行调查 10号 以色列总理尼卡尼亚胡 与七名政府高官召开会议 日本挑定调查方案的细节 一方表示 将向美国通报这一方案 并可能会根据美方的意见 对调查方案再次做出调整 目前以色列方面已经自行成立了调查委员会 成员包括几名以色列法力专家 一名美国专家和一名欧洲专家 半岛编室还指出 这个调查委员会没有实权 无法对证人进行调查 无法自行展开调查 提出的建议也不具备强制力 由于以色列方面放松了对加加的封锁 一些水果 蔬菜和饼干等食品 已经运抵加加地带 也门对于我们来说 是一个遥远而又神秘的国度 而也门航空公司于近日 开通了首都萨纳 突进阿联酋迪拜至中国广州的 定期往返航线 6月8号凌晨 首飞IY888次航班 顺利地抵达了广州 也门驻华大使 中国外交部西亚北菲斯副次长李琛 中国驻也门大使刘登林等 出席了首航仪式 外交部西亚北菲斯副次长李琛 在开航仪式上表示 也门航空公司开通的中国航线 就像能做空中的游泳桥 进一步持终两个关系 向更积极的方面发展 也门航空公司商务处副处长 穆尼尔·穆罕默德·加克瓦什 在发言中称 也门航空公司计划在不久的将来 开通更多的也门及中国 其他主要城市的航线 这条航线的开通将有利于 中国和也门方面的企业家 以及公民相互请访问 这个对于两个职业的合作 也将会取到一个积极的推动作用 也门航空公司成立于1961年 是阿拉伯航空运输组织成员之一 航线超过30条 遍布非洲 中东 欧洲 及亚洲等主要城市 也门至广州航线 每周执行4个航班 往返航班各两个 每周一 周三从萨纳出发 京庭迪拜 次日凌晨0点05分抵达广州 单程时间约16小时05分 我们来看今天的亚洲素兰 阿斯坦警方10号透露 9号晚在南部坎大哈省 阿尔干达普地区 发生了一起自杀式架的极机事件 目前已经造成至少40人死亡 77人受伤 爆炸发生时 不少当地居民正参加一个结婚庆典 除了救援工作的开展 伤亡人数有可能会继续上升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 对爆炸负责 10号上午 韩国十多个民间团体的300多名成员 聚集在京济道坡州临京阁 向朝鲜空挑了15万张 记载有天安剑事件的传单 300张刻录有天安剑影像资料的DVD 200台可收听韩方最潮广播的小型收音机 以及2000张亿美元面额的美超 韩国统一部当天回应 考虑到该活动具有民间自发性质 因此韩国政府不会要求民间团体保持客气 10号 泰国政府举行立场 由佛教 希克教 佛罗门教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 五大宗教联合的祈福法会 泰国总理RT10主持了开幕仪式 仪式期间 总理府周围实行了严格的安全措施 手机信号也被临时切断 一些内阁同员表示 希望这次祈福仪式 能给当天公布的全国政治和解路线图的推行 带来良草的开关 近日 新加坡地铁公司在张仪车厂 开始了加强巡逻和增派保安员等安全口识 同时也开始在车厂篱笆内侧 装置蛇部形状的铁丝网 5月16号 两名外籍男子闯入新加坡地铁张仪车厂 简破了车厂篱笆 并在两节列车车厢上涂压 直到有乘客拍下视频上传到互联网 铁铁公司才发现 民众认为这起事件暴露了新加坡地铁的安保漏洞 世界杯将至日本横滨金泽区的一个商家 别出心裁地搞起了水价世界杯 由于本届世界杯小组赛 日本将分别与看麦龙 荷兰和丹麦这三支队伍 决逐出现权 这两人轻轻挑选了四种与四支球队 球衣颜色相同的热带鱼 由于水中的足球是用鱼石制成的 因此小姨们会互相增强 看起来就像是在气球一样 这一大胆的创意 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 好 展示亚洲风采 青天亚洲声音 感谢各位收看 你的孩子又考了全班定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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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好 酱鱼 我 有 的 考試通過了 謝謝啊 這是 請你尊重我 尊重父親 尊重他人 楊正濟 綽合邪 楊正濟 綽合邪 拍照 聽吧 尊重他人 通常會到處一條道 他人 尊重他人 非常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相信品牌的力量 字幕志愿者 让世界听听我们的声音 超越梦想 不是梦想 相信品牌的力量 我爱拍电影 也热爱生命 拍功夫片少不了风雪 而生活需要的是安全 生命如此美好 请保护好自己 一次考古发现 揭开了丹阳的千古之地 是文化的八强子 上老山回九里 传承了上千年 而技术确实不足 造于我们的大天虾目准 请收看即将播出的 走遍中国单阳之 无地化单阳 每天都是一次全新的探索 每天都有一个全新的发现 走遍中国南部广告 由中式通考国际 产美有限公司 名家代理 中国对际 走遍中国 众卡未来之 好 中国重器 Sinotruck 这里是江苏省 丹阳时代神河陶村 现在眼里 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村民 一直过着自处而坐 日落而息的荣耕生活 如果不是2007年11日 一次震惊中国考古界的 惊人发掘 恐怕到今天 也很少有人知道 这个村落的名字 正是这次偶然的发现 始终的江南小村落 现今的中国考古时 就在这片地上 考古工作者 在进行考古谱查时 发现了桃片 在此之前 人们在丹阳 从未见过这种桃片 就是这几块桃片的发现 是沉浸了千年的远古短影 呈现了世约的面积 经过勘察 令考古学家意想不到的是 如此完整 距禁三千年的远古文化 没有出现在 有着丰富文化遗存的 太湖流域 它却出现在了 运河岸边的丹阳 专家们认为 这可能是 无火早期的城址 葛城遗址的发现 在当时震惊了 京苏考古界 历代留下的文化遗产 分三部在丹阳的城乡 所以丹阳有江南文化之邦的美誉 以往都认为 无文化的中心在苏州地区 无东地区 那么通过上个世纪 50年代以来的 一系列的考古城国 正是了我们林郑地区 是无文化的发墙地 那么葛城就是最好的一个势力 这座城池是什么年代的 它为什么会出现在神河头村里 江苏上的考古专家 有过许多云的 2007年 葛城遗址的考古发掘 正式开始了 这座遗址位于村落的边上 经过初期的挖掘 考古专家发现 古城遗址坐落在一片漫坡的台地上 经过勘察 曹古人员判定 这是西中时期的强制 伴随着曹古发掘 遗开了无国千年古城的神秘的面纱 因为南方土浪潮湿 粘性很大 是很难航达 那么通过堆积呢 它自然沉浆以后 也是相当坚固的 但是它的这个地基 这个墙基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相应的比较宽 所以我们这个 葛城遗址的墙基 大概有22米宽 比部 它高的现在残高是6米 可能它的原先高的 应该在生存出去 葛城遗址发现之后 人们把关注的目光 投向了丹阳这座江南古城 人们过去想了解 在这片土地上 三千年前的古人 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建造城池 地图上显示 丹阳地图苏州 湖西 长州等核心地区 早在葛城遗址发现之前的 1989年 考古工作者 首先发现了 凤凰山遗址 走进凤凰山遗址 很难想象 这座大土堆 就是能明华东地区的 凤凰山遗址 当地的史学家说 凤凰山遗址发现之后 揭开了太湖流域 人类迁徙的坚古之名 这个凤凰山呢 是1989年 到这个三一国道的时候 发现的 经过考古专家的挖掘 发现了这个八层文化 最底下的一层文化 是马甲帮文化 凤凰山遗址的发现 揭开了六千年前 古人在丹阳的生存生意 通过考古 专家们发现 早在六千年前 来到丹阳的古人 已经开始了 稳定的聚集生活 并且有了家族的雏形 和对亲人的倦点 在这间土地上 建起了最高的邻居 过着渔猎和农耕的生活 在考古界 淘气是考古断代的 主要方式 因为淘气是一般的 生活愿体 淘汰率比较快 凤凰山发现的这些淘怪 在史前的江南地区 曾经普遍失望 凤凰山发现的这些淘气 表明早在六千年前 丹阳已经有了 比较发达的稻作文化 那么马家帮文化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定居的龙耕文化 它那个时候已经制造了 摘培水道 有轩道和落道 和梗道 两个品种 所以说丹阳这个龙耕文化 历史悠久 而且我们摘培技术 随着历史的流失 水域的流失 不到的总局经验 也出现了很多好的良种 在丹阳博物馆 当年参与过凤凰山考古工作的 杨在年所 距今一万年到六千年前 正是人类从游猎到定居 又从定居到形成村落的时代 凤凰山遗址的发现 被人们探寻丹阳 六千年来的年轮发展内容 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千百年里 不知有多少医民 从中原掀起到丹阳定居下来 上周以后 丹阳更是迎来了 云前的发展 两千多年里 古人们在创造丹阳灿难文化的同时 也对这座古城 留下了许多迷一样的传奇故事 丹阳是一个能界地雲的地方 文化既定丰厚 历史上有多种村 最早叫云阳 春秋战国时期 到了清朝的时候 根名为曲儿 以后 又有丰美 云州 简州 等各种村位 丹阳地名的区略 是在唐朝的天保年间 以后一直延传到现在 春秋战国时期 丹阳是兵家必争之地 早期的丹阳是土国的领地 秦世皇出巡 路过丹阳 见丹阳的土域上 有五彩人生气 随行的大臣 就禀告秦世皇 此地有王者气 秦世皇 命令他的军队 遭开北冈 以转决王宿 并且把云阳 改名为曲儿 但是 秦世皇的士兵 还没有把北冈山扒断 秦国就灭亡 几百年后 丹阳还是出了 七、两、两个朝代的皇帝 却只能统治中国的 半壁江山 一个县出了两朝 开过皇帝 这在中国 是唯一的秘图 我们的古人 给我们选择了一个 有帝王之气的 风水宝地 在六千多年的 这么一个历史的 长河当中 可以说 没有发生过 特大的自然灾害 有不断的 北方中原的移民 还有南方的 向北的移民 到我们这个地方来 过往的岁月 流下了时代的印记 在丹阳几凉 陵墓时刻上 神兽的装饰 繁复华丽 灵重清秀间 透出雄壮飞马 然而 这华而不时的背后 映衬着他的短命 经历过短半辉煌的 几凉凉朝堡 对人们 遗忘的到田里 在葛崇遗址 在葛崇遗址 逃古过程中 在葛崇遗址 逃古过程中 在葛崇遗址 逃古过程中 考古人员发现了 葛崇高达10米的城墙 以及城外的三道布城壳 在葛崇城之里 考古队还发现了 大面积的红烧土 经过勘探 考古人员发现 这是一座面积 超过200平方米的 大型建筑 种种迹象表明 葛崇遗址 绝不是一般的尝试遗址 很有可能是 吴国早期的都城 它这个城墙的构作 异于中原 也就是说它带有了 明显的地方特色 地方文化的特色 那么相比之下 我们这个先后发现的 有几多这个五个古城啊 比如说武津的燕城 苏州的五大城 立阳的平陵城 高层的构层 这些呢 根据考古研究呢 它都是春秋时期的 那么我们从以后 这本不知的遗址 现在有五级口型 它应该是西州早期的 那丹阳的各层遗址 发现以后呢 城址的发现以后呢 填补了五个 城池建筑的考古空白 五国在江南的发展脉络 在史学界 一直是个谜 三千多年前 陕西奇山 有一个叫周的小国 周人的首领 周太王的儿子 太博 拒绝了父亲 继续王位的要求 带着地理 南迁 来到了长江下 海博 海博 众名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 很快站稳脚跟 建立了周虎 在镇江博物馆收藏的 以后测轨上 有一百二十多个字的名文 轨上的名文 记载了周康王对一个叫测的人的三封 还包括字上的记录 武帝和大名武帝 可惜以后测轨发现时被村民敲锁了 文字内容不够完整 春秋的吴国 19是寿梦的时候 那么19是寿梦之前 我们这个地方 和还有这个 现在测江的渝国 它都是楚国的孙国 当时吴国和楚国经常打仗 公元前538年的时候 就有一个诸方之杖 当时的吴国被打败了 当时楚国打赢了以后呢 不久它就撤军了 但是呢就在我们这个地方 就留下了一个一带 叫云阳役 如果从泰国重庸算计 到寿梦已经过去了十几代 而此时的三封 为什么要叫回来呢 葛城遗址发现之后 考古人员逐步理顺了 吴国早期的发展脉策 据丹阳限制起来 当时楚国的国力远胜于吴国 作为楚国的吴国 不甘愿接受吴国的统治 反抗与震争的战争 频繁上援 夹缝中生存的吴国 从弱小逐步强大起来 云阳虽是楚国的义战 就是吴国的服务 后来随着秦国的大军 大局入侵 云阳又被秦始皇改成了屈蛾 但是吴国却在这条纷争中 生存下来 我们丹阳 古名最早叫云阳 它就一直留下了 楚文化的痕迹 楚国的祖先是严帝 他这个住的地方 就住在云阳 他把这块地方 就我们命名叫云阳 你表示这个地方 本来就是我楚国的土地 今天在丹阳的乡村里 依然能够看到不少 吴国的木马 杨带也说 可以想象当年太婆重庸 让出王位前到江南 带领族人开荒重地 构建城池 最后建立了沟湖 如果没有信仰 就不可能有后来 强大的伏伏 发展到这个 到他第五四传辆周章的时候 那周武王就把这个吴基 要封给他 封他为吴国 这样吴国就形成了 到了吴国王守梦的时候 吴国强大了 吴国强大了 他的这个 和终于各国 可以匹匹了 这里是丹阳的九里镇 当年 离让王位奔走京蛮的 太婆重庸 得到了一位思想家的 高度赞扬 并把他们列为 与尧顺其名的圣贤 这位思想家 就是孔子 主张 违政已德 用道德和礼教 来治理国家的名字 在鲁国 也是一位苦苦的侍臣 这位侍臣 名叫纪扎 是吴王寿梦的 第四个儿子 寿梦死了以后 他像祖先泰国一样 三次避让王位 在九里镇上 耕填盲 传托文化 兵兵有利 排华行义的纪扎 将同时 十分敬佩 纪扎的是 吴王寿梦的 第四个儿子 他很有才能 他的父亲就很想 把王位存存给他 但是古代是存长子的 王位只能存给长子 所以他父亲的意见 得到了鲁杀哥哥的赞同 就应该采取 胸中弟弟的方法 就是胸肌 人流的这种 老大就是老二老三 这样刺激的 来继承王位 但是鲁杀他认为 当王不是他的器杰 不是他的志向 所以他一浪再浪 结果三浪 结果逃干到 爷爷这个地方 在九里镇上 这座祭祀尿 是九里百姓 祭祀祭扎的地方 祭扎三丈王位 诚信爱国的故事 在九里镇上 家里护肖 相传 一大出事